一百零二年全大雲周的商務 於今日一號 正是進入最後一天的賽事 女雙冠軍賽是由去年冠軍的 林依珍 徐慧淳 對上去年亞軍的林依君和侯雨林 最後國體複製去年勝利 再度擊敗對手搶下金牌 打學校也是最後一年 然後也希望是為學校拿下一面金牌 因為畢竟還是團體賽就是輸了嘛 然後單向方面就是希望能為學校 拿下最後一面金牌 雖然國體最後一大比分三比一 拿下冠軍 不過賽後李依珍表示 第三局還是遇到了一些問題 第三局開局領先很多 然後打到中後段的時候 有點就是太急了 節奏太快了 然後反而就是被對手逆轉 然後第四局又恢復原本那樣 就一個一個慢慢打 就贏了 就贏了 多年培養的默契 成為近年來比賽能夠穩定 無往不利的關鍵 應該就是默契比較好吧 因為我們從國中高中大學一直配到研究所 就是應該就是跟別組比起來我們的默契會比其他的組合來得好一點 賽後學的全隊能拿下冠軍則是有很多感謝的話想說 現在我們已經研究所四年級了嘛 然後希望也是就是感謝學校 然後感謝杜老師 然後感謝我們教練路易峰教練 然後還有感謝小賴教練 然後他們我們教練團都很辛苦 然後為我們學校真的是 真的都是很辛苦啦 雙打賽事結果通通出爐 藍雙方面是有國體去年第三的 楊毅軒和李俊林擊敗欲打的徐家良和賴以耀拿下金牌 而魂鬆方面去年拿下冠軍的 文化王里綜藝和林佳慧 則是踢到鐵板 派給去年第六的台師大留守田和熊乃伊 五元連霸 記者 陳冠宇 蕭聖偉 張宇君 陳玉婷 張一芬 宜蘭報導